比方说你立即拉肚子了 不停的跑厕所 那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本草 这个呢就叫铁线菜 那它有个特征呢 就是它这个包片长得像那个蚌壳 然后这个果实呢就包裹在里面 所以也叫海蚌燕猪夜里长猪 那我现在呢就赶紧去采点回去 这个铁线菜呢它变异比较大 有的有毛有的无毛 但是都是同一种啊 给它剪一下 放进去煮一下 感情声一口闷 味道非常的OK 一股清香味 那这个铁线菜主要在我们的一些 民间或民族医药里面呢 记载了非常多的一些价值 过来尝一下铁线菜好不好吃啊 刚开始没啥味道 到后面开始有一点那种色的味道 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苦味 而且这个呢也是一种野菜 你可以跟这个去炒鸡蛋也是非常的OK 那这个铁线链全草猪药 它除了清热解毒 逆施这些肠炎利己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止血 各类出血呢都是可以用 如果是外伤出血呢 就可以给它圈品捣烂外敷 也是非常的OK 去炒鸡蛋 谢谢大家